朕不准你诅咒自己 朕也一定会护你平安 娘娘 你要不先回去歇着吧 不 我要停 我到底是何处得罪了他 竟然狠毒至此 陛下 经太医诊断 香料是由曼陀罗的花粉制成 可疑使人呼吸困难 陷入麻痹 在吴赵义的住处 箱子的暗壳内 还发现了配置的解药 陛下 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 宣众大臣进来 是 陛下 可千万不要听小人谗言 陛下无辜废后 这是天意试景啊陛下 参见陛下 带上来 带上来 陛下英明神断 算无一策 此人正是汉王特使 昨晚果然潜入老臣的府中 竭力劝说老臣参与谋逆 原来如此 陛下和英国公的苦肉计 可是连我都信以为真了呢 带下去 是 陈吾 陛下 汉王特使入京后 东厂从他身上顺藤目光 抓捕汉王派入京师前府 伺机而动的奸细八人 通过严刑拷问 汉王在宫中留下的密探也全部落网 汉王的人 还曾与十六名武将有过接触 太班是当年军中救赎 其中不乏五军营三千营将领 他们于被带汉王起兵之日 从后方侧阳 一举拿下精神 汉王 多次以晋线的名义 窥探朝廷 朕念及骨肉之情 已改既往不久 反倒处处待他一程 希望他能够迷途之凡 但是 他反倒在乐安造兵器 日夜图谋不轨之事 朕真是心寒啊 陛下待汉王之心苍天可见 可汉王却是狼子野心 辜负了陛下的重托 陛下何必为这等乱臣贼子伤感啊 陛下 汉王谋逆 证据确凿 这次便是陛下能容他 大明列祖列宗 天下万千臣民 也容不下如此悖逆狂徒啊 万事都在陛下的产卧之中 那么费后于事 可怜的皇后 留步 贵妃娘娘请止步 我有话要对吴昭义说 再没什么吴昭义 只有阶下求 他先前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在他下狱之前 我要问清楚 吴昭义 你是否被什么人胁迫 刚刚在殿上 为何不为自己分辨 吴昭义 我这么对你 你还想救我 你眼前这个我 这个爱小爱香 表面坚强却孩子气的吴昭义 根本不存在于事实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感动 因为我是个奸细 打入宫开始 我就身负着重要的使命 都现在了 还有遮遮掩掩的必要吗 我生来就是汉王府的家奴 我生来就是汉王府的家奴 少时被送去丹土长大 后来又送我入宫 可我的亲生父母 还有弟弟妹妹 都在汉王府上 不听他们的号令 他们会如何 身在后宫 我不能太得宠 汉王只会得寸尽尺 可我也不能太落魄 一旦成为废棋 只怕命不求饮 这娇娇傻傻的吴妙贤 眼着眼着 我自己都信了 还乐在其中呢 哇 可后来 汉王已再催促 我深知断难成功 不过不会运气罢了 我后一死 忠臣离心 朝野动荡 亦不原意 可惜了 当时 为什么不杀我 是啊 其实杀了你更好 朱瞻基必定心神大乱 不过 我长这么大 从未有人有我寒了 替我改背 这条面 算我还你的 朱瞻基 该走吧 朱瞻基 朱瞻基 若有可能 我的家人 他们 看着朕 陛下 陛下 陛下说好的信任呢 你竟敢当着太后的面焚烧礼器 又命阿金来提醒朕 说吴淼贤有异动 朕还以为 你早就猜到了 若我果真接受了凤位 太后才会怪罪于我 还有 菊儿还没登场 陛下又怎会拆台呢 你是笃定太后和朕 会将这出戏演下去 不会对你怎么样 朕还没罚你呢 我又何错之友 明知吴淼贤危险 还随他进昆宁宫 不要命了 陛下非但骗我 还让子平也瞒着我 那您这样做 是民君所为吗 皇后为人诚实 不善为事 你呢 要过于心软 陛下 不准边界 这件事 你也不要怪罪因死善 是朕 命他保守这个秘密 若我果真出了什么差错 真的被堵死了呢 不许胡言 朕不准你诅咒自己 朕也一定会护你平安 可陛下连臣妾都利用 您真的是 是 现在你知道 往日被你利用 朕的心情了 朕自小耳濡目染 朝堂也好 后宫也罢 众人的那些小把戏 朕从来不放在眼里 若真要算计 怕你连骨头渣都不舍 可是朕 唯独不想对你用这些手段 自尖 朕从不缺女人的侍奉 更不需要虚与唯一的笑脸 朕要的 是你真心相待 没有一丝的隐瞒和欺骗 你明白吗 陛下 那陛下这么做 皇后娘娘她 更重要的是 我要的答案 她已经给了 皇后娘娘说什么了 陛下 还有一个人 朕知道 你是想替吴氏求情 待朕回来之后再说 陛下去哪儿 汉王起兵谋反 朕要御驾亲征 儿臣开了预备仓 粮食还是不服用 只好又开了棺草 母后一旨颁布后 却有附属州县一鸣涌跃捐粮 但是收效甚为 他们运粮入京上去十日 广平侯武安侯正在京师自助酬粮 越是缺粮的时候 那些有粮的人 越不敢拿粮出来 你二哥呢 二哥他饿了三日 就病了 怎么了 他娘李太妃听说京师多难民 立刻拿出了自己的差还思绪 他怎么能连个深宫的妇人都不如 慢点啊 过去看看 慢点啊 太后 朕在西州倾可见敌 每日早晚两次 每户县领三口人 五岁以下不领 百姓们填不饱肚子 只能去城外找野菜树根 时常务食堵草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可以让城中的大夫 教百姓们拾边野菜吗 快 送孩子们去病房 是 来 太后 太后你没事吧 还不说 太后连日操劳政务 犯了宿急 奴婢百般劝说 太后就是不肯歇息 朕刻 儿臣不孝 未能完成皇兄的重托 伤母后也跟着担忧 你大哥就是想让你历练历练 才把监国的众人交付于你 你怎么如此无用 太后 身子要紧还是先回宫吧 太后 回宫安心养病 宫物 就交给湘王酌情处置 捡出要紧的再送去清零宫 对外 咱们只说 太后要去太庙祭告 为万民祈福弥赞 孙贵妃所言及时 母后 皇后啊 若我回宫养病 把这儿的一切都交付于你 你能做好吗 婢妾定竭尽全力协助向王 只是怕辜负太后重托 太后 太后 之后周成 每日派送的食物 毕竟都会照样送来清零宫 请太后安心养病 太后 之后周成 每日派送的食物 请不吝点赞 太后 原来是为难民在忧心忡忡 奴婢竟没有察觉 太后 太后若是再为粮食发愁 奴婢有办法 方典山 到底想让我们看什么 给我吧 好 这是要干吗呀 要干吗呀 要干吗呀 小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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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 初识 只觉浪费可惜 孟尚公带着小宫女们储存了下来 谁知 却越积越多 参与此事之人 每一个 都是孟尚公亲自挑选的 先由他教导我 再由我 去教授其他人 我们将洗净蒸熟后的萝卜与糯米 一道冲成泥状 再铸成砖块之形 待它自然地风干以后 就会变成坚硬牢固的砖块 一块块地落起来 只要不仔细检查 外人 根本瞧不出什么异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